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美国的原员农业管理局嘛 是EIA 也是一个他说是创下了1930年以来的最大州长 但是油价还是少 大家好像预期这个美联储将会有比较英格派的 就是比较量化宽松似的 油价油价掌是之后有一条这个新闻 说俄罗斯是要他有个表态说要跟这个欧佩克国家商量一下石油减产问题 导致油价在短时间内网上蹦了很多 直接就蹦上32 然后把大排队 被商谈OPEC 对就是有这样一个表态吧 但是大家也都说之后之前也都说嘛 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只是做个姿态而已 哇那普京的话可以富可敌国啊 只要提前买进油价在30买进 2528买进 一发话就可以打到30 谁知道他有没有操纵 anyway 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个股呢 叫Sun Edison 昨天今天我在微信上看到那个华尔街见闻 谈到了Bill Ackman的一个Pershin Square 就是Pershin广场的一个自股东的书 就是讲到去年他们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在华尔街非常著名的基金经理 叫David Einhorn 九几年的时候呢 从90万美金的一个对冲基金做到现在可能很多百亿吧 那么去年大家非常前两年非常熟悉的 Bio Pharmaceutical这家股票呢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所以怎么说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这个Sun Edison最近也是SUNE波动也非常大 第一被那个 首先首先是被那个BlackRock注资 然后又被David Taper的基金要查账 后来要卖资产 你今天看到David Einhorn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 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股票非常有趣 如果你跟着大庄的话 买我想赚钱的概率有option有股票 来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给的这样给了一个董事局这个 他习了以后还签了一个东西 说未来两年之内 如果没有获得董事局多大多数股票同意的话 他是不能有新增股票的 就是在Active Insurance上面给他 那David Einhorn投了多少股票 他现在在这个里头赚公司持股的6.8% 最近刚刚买的 这公司蒸发的还是自己买的 本身就持有了 这个上面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 但是目前指导他的总额的情况 是大概6.8% 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之前入股 不能蒸发股票 就是很难蒸发股票 这个 然后之前的绿光资本注资的时候 是到现在总共已经持有了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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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on a minute 绿光资本就是David Einhorn 是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从这个从目前的新闻上来看的话 他是Einhorn有6.8% 然后 我个人有6.8%的持股 然后绿光 绿光本身有4% 如果他们俩是合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支付比例已经相当高 超10% 占了11%的这样一算 对股价也涨了10% 是今天的新闻是吧 嗯 昨天 昨天其实就有涨 然后今天又涨 OK OK 那我们来关注这个股票 因为我觉得还是8天均线 但是我比较喜欢跟着这些大佬们买股票 那么第二个股票就是 这两天 非常轰轰鱼语的 叫GBSN 今天好像量又开始放大了 我不知道 我也有没有做过看过新闻 我去这个古巴里头找了一圈 然后又去这个公司的自己的这个官网上看了一下 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很大的一个事情出现 啊 主要就是古巴里面谈他们的两个FDA 下证件上半年有望批转 第二他们呢 Torix就是比较烂的那个融资方案已经接近尾声 至少在4月不会出新股 当然还有资本在不断的做空这个股票 因为7500万乘于两毛的话 也就1400万的40 这些公司没有什么 有可能啊 我认为通常Face 1 Face 2 给公司的估值可能在两个亿左右 啊 但是现在今天BioTech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上去 在Zero Hedge看到麻省中检察官 啊 就是控诉这个Gild Science 要他们立刻减价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有史以来 这个美国政府啊 控诉这些药店药厂啊 包括最近传票那个马丁 去Corelli去国会来谈一下 他的有他的这个涨价的问题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 这个整个的这个BioTech 就像我讲的LABD 是我重仓去做空的一个 做大做多的一个ETF 他们是做空那个美国的这个BioTech 对 但是但是这个GBSN 他的股心非常活泼 呃 我觉得今天的量也不俗 啊 他这个是很有中国股市 让中国股民来玩开心死了 因为他的波动 至少50%左右 就因为今天我看到就是 之前我有看到的是Boss 说的这两个信息 但是我还是觉得里头可能还是属于 有点画饼的感觉 还是有些大 但是他这个就是真的很像国内股票 叮点消息一出来 马上就会有一个很活跃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反应 对 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股 Dr. James Wang 也是我的老朋友 CDII 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 认为我买这些股票啊 会先起股价的波动 啊 有股民给我抬轿子 我个人觉得首先我和我要声明 不是说我喜欢垃圾股就和这些公司有牵连 我是没有任何牵连 有的公司 像 我们是商业客户 我们认为这个股价随着这个油价的上涨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potential 那我可能会买 但是如果说没有 我只是trading 像CDII 我昨天是四毛 是四毫三买的 今天也就到了六毫 还是这个价格 我卖掉以后 它还是涨 所以完全要看各位观众朋友怎么去买 那么下面还谈一个我比较喜欢的FXEM 今天也有比较大的异动 但是我还没有继续增仓 股价从 今天还有个EARS EARS 这个是上次讲的以色列那家公司吗 今天也出现了强势反对 可能涨到七块多回落了 终于今天也有比较死 EARS的那个新闻我还没有看 但是FXEM上面 它这个新闻上是比较一个明显 是它出台了这样一个 算是股东权益的一个计划说 或者是修订 修订策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保护这个股东权益 确保说在公司 公司的这样那个 税上面的收益和整个公司净收入情况上 对他们对股东权益是一个保护 然后尤其是说 比如说如果你吃物超了4.9% 就在5% 这个样子以后 它会给你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 而且把这个权益 保护权益的实现 从这个2018年的1月29号延长到2019年 就等于多了一年 OK 所以说的话 这对于他的这个 对于他吃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 而且就是他也可以通过这个来 稳定这样一个所谓 大吃物者的这样一个 在公司上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公司股价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 OK 但是我的点位还是可能在12块6毛几左右 看他能不能break out 但是还是要看大盘 我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要补充的话应该是没有 主要是今天的油价的这样一个波动 可能会给 因为最近大盘跟油价一直是同向的 所以说油价波动可能之后 会给大盘带来一定的一个震荡 就是包括 王老师所提到的LABD 就是生物质量这个板块 很有可能之后也会 在大盘情况下有一些影响 好的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